所以其实今天很希望乔恩姐以女生的视角来帮男生支支招 就是在跟女孩聊天的时候应该怎么聊 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叫做约会便利贴 约会便利贴 游戏规则 面对约会中男生们出现的各种小状况 乔恩将以女生视角来给他们支招 乔恩会传授怎样的约会秘诀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来 我们看第一个 当女生说我好胖 应该怎么回答 你怎么会胖呢 你太瘦了 好 听到了吗 就是信多贤的各位男网友们 不要说你无论多胖我都会喜欢你 想说什么鬼啊 什么鬼啊 对啊 你就是在说我胖啊 对啊 你就是在说我胖啊 只有你们喜欢我而已啊 我应该是任何人看到都会喜欢的人 任何人看到都会喜欢的人 天啊 这个好 这个很 然后还有 当女生说我今天有什么不同 应该如何回答 还是一样的那么漂亮 也可以说更漂亮了 或是更漂亮 你比昨天更美了 好 那还有一题 女生问我素颜和化妆哪个更好看 应该怎么回答 你素颜的时候看起来年纪很小 很可爱 像少女一样 然后化妆的时候非常的美丽 就是很有自己的风格 好 这个好狠 和女朋友约会遇到前任打招呼 该怎么办 一面走来吗 是对方跟我打招呼吗 可能也打招呼也没什么大不了 就是如果是你的前任 前任的话我想说打个招呼也没什么 好 这个好像说是男生 好 那 不行 一定要走过去 眼睛都没看他一眼的 以为是路人家 没有了吗 眼睛千万不能动哦 动了你就死了哟 马上离开我的秀场 我不想再看见你 好